你好 欢迎收看9月1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山里社区发展协会10号在卓西乡栗山村山里社区集会所举办了赛德克族民俗及传统记忆系列活动 要传承赛德克族的筑麻记忆 同时也把祖先的智慧传承给部落年轻人 现场徐正卫在部落祈老引领之下和族人齐聚一堂深入感受部落传统记忆之美 山里社区发展协会10号在卓西乡栗山村山里社区集会所举办赛德克族民俗及传统记忆系列的活动 新传赛德克族兜达羽群精湛的筑麻记忆 同时也将祖先的智慧传承给部落年轻人 现场徐正卫在部落祈老的引领下与族人齐聚一堂深入感受部落传统的记忆之美 感谢大家对于花莲先生谷对于阿满屋里的支持 我们大家一起来鼓励 相信我们的这个大家对于祝华节 我们的文化参称每一天跟我拜 我也来了好几次 相信我们今天又趁的是中秋节 族人都回来让大家聚在一起共度中秋 共享我们文化的参称 山里部落以赛德克族兜达羽群为主 部落的传统腾编工艺 编织工艺是花莲县重要的文化资产 花莲县着西乡山里社区发展协会整合内部力量 使一师呈现起后的重要性获得发挥 同时也到学校传授技术 将赛德克族编织技艺推广到年轻时代 记者高双双着西乡采访报道